哈喽大家好我是Niky 带你飞 在我上一期影片有提到比特币要到7万了吗 那其实现在比特币的价格距离7万呢 是不遥远了 而且来临有这个比特币的大会 那这个奖会是最关键的一个比特币时刻 就是哈里斯我们目前的美国副总统 将会有可能出席2024年的比特币大会 与特朗普形成大型的选举对决 那这个也是需要去留意的 因为在7月25到27号 那特朗普他会在27号的时候出席这个比特币的大会 那这个将会影响到比特币后续的这个走势 所以现在市场上都把焦点和目光放在7月27号 因为他将会影响到比特币后续的这个走势和方向 今天的热情是7月24号的4点钟 我们来看比特币的天图 在我早期的影片有提到比特币正在这个通道里面进行盘整 那你看他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受阻在这个通道的顶部 而下方的就是通道的底部或的支撑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弹 那目前这个反弹是结束了吗 那以整体上一期影片我所讲的就是比特币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出现任何颓势的 所以还是有很大的概率可以来到这个7万的位置 那我们来看7万的位置就是位于这个区域 所以如果后续的这个比特币持续的上涨呢 那我们还是有机会来看一下 就是到了这个7万到了通道的顶部 那接下来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个价格行为 如果说后续的这个比特币 他是可以强势突破 稳在上方持续的往上去涨呢 那将会开启一个新的上涨的走势 因为位于天图 你可以看这个通道也可以称为是一个牛旗哦 那如果牛旗真的是成立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后续上涨的这个目标价位将会是到多少 你可以看他是将会到一个八万九的一个位置 所以他能不能突破呢就很关键了 还有就是位于天图 你需要去留意的就是前高的这一些阻力 那前高的阻力 这个是我之前有提到 就是你可以看他挑战了一次两次 三次四次 失败然后后续就下跌对吧 所以接下来比特币你可以留意 就是上涨到了七万通道的顶部呢 会出现怎么样的价格行为 要是他可以突破 然后后续这个上涨前高就很关键了 就是在七万二 因为他在天图是挑战了多次都没有突破的 那如果可以突破再突破这个之前历史的高点 那就非常的强势了 就真的是会开启一波新的上涨的行情 因为比特币其实在这个区域都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目前已经盘了132天 所以也该要出一个方向了 那要是在这个位置突破失败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要怎么样去进行你的交易 所以当比特币上涨到了这个区域 你要密切的去留意 他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个价格行为 切换到一小时图 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一小时图后续会怎么去走 那以现在来看 这个支撑阻力互换位 还是非常值得作为一个参考的 那他现在跌破了 是不是代表就是说他走出了这样的一个颓势 其实他并不颓势 你可以看到就是他跌破之后 后续呢也并没有就是下跌到前低的这个支撑 而是在这个位置去盘 所以现在的走势 其实以画上上一期影片 我提到的这个趋势线作为一个参考 你可以看这个趋势线 他目前都还没下跌到这个趋势线的 那如果你说他是跌破了这个趋势线 跌破了这个前低的一个支撑 那我们可以看做他的这个腿势将会开启 以现在的这个走势来看呢 并没有 所以颓势还是没有的 所以还是有这一个持续上涨的概率 那如果持续上涨呢 天图我就提到你要去注意7万 就是通道顶部的这一个主力区域 这个很关键 所以现在的这个比特币你看 他就是来来回回上上下下的 你看上了又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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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又下对不对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到目前还是一样 那你看他现在是有要回去上方 所以如果他回到去上方 稳在上方 哎还是会上上下下 所以他有很大概率就是会持续的盘 盘到可能在7月27号再来出这个方向 所以以高风险的操作 就是他收盘回来这一个支撑阻力的上方 你要在这一个位置进入这个多单是可以 那我们来讲一下换另外一个角度 如果以低风险呢 那还是最好你可以留意这个上涨趋势线是最好的 那你可以从这个底部的位置拉到底部 那也刚好就是说0.618也刚好在这个位置 如果他在这里上上下下的 就是在这里去盘盘盘盘盘盘盘 到了这里插针收回去 那你就可以去留意 有没有做多的价格行为出现 在这里 然后也是一个短多的机会 因为现在的这个比特币方向不明确嘛 所以如果你在这一段期间 你不是一个短线的交易 你是要中长线的话 其实也比较难 因为你可以看得到 在近期这个来来回回的 这个上下上下的一个走势 如果你是以一个短线交易的话 其实是很不错的这个利润的 如果中长线的话可能会比较难 那他要是跌破是不是就开启这个颓势了 我们切换四小时图 因为有时候我们做分析的时候 如果你在小时间级别看得太多 参考太多 你可能会忘记了这大时间级别 到底到了哪一个位置才算是一个走落 或是一个颓势 那要是说他真的跌破 我们就要去留意前提点 这两个前提点都是相当的关键 这个支撑区域是很值得去留意的 除非他跌破这个支撑区域 那要是他跌破这个支撑区域 就真的是开启这个颓势了 就是他跌破 这一个上涨趋势线 跌破前提点 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跌 那当然这个就会开始走一个颓势 然后反弹没有创出新高 持续的往下去点 那这个就真的走一个颓势 所以现在来看 其实并没有很颓势 谢谢大家的点赞还有观看 可以使用我的连接注册账号 新用户KYC通知100美金 就送你30美金的现金 你可以提现出来或是作为交易 还可以以bybit的交易量免费兑换金群 这里是详情 有任何的问题 加入不到discord的会员群 或是想要加入VIP的支撑群 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 好那我们现在去看以太 好我们来看以太的四小时图 以太上一期影片我就有提到这个通道 它是非常的符合技术分析 很完美的就是还在这个通道内 是非常的强哦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通道 接触点也是非常的多 那它现在是没有跌破这个通道 所以还会在这个通道里面去走 但有一点大家需要去注意的 就是这个阻力哦 它其实是挑战了很多次 都没有成功突破 如果它是再一次 就是没有成功突破 稳在上方的话 那你就需要去留意哦 就是它没有创出更高的这个高点 然后跌破这个通道 那将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反转 但以目前来看 其实并没有 就是以太还是非常的强势 所以只要说以太接下来 就是突破这些前高的高点 然后持续的往上去涨 要是它可以突破这个阻力 那就非常的强势哦 我在会员群的VIP 就有看到就是有一些 真的非常的勇敢 就是它每逢到了这个下方的一个支撑 那它都会直接去接的 我直接去接 那接了呢 就短线的就跑 接了短线就跑 接了短线就跑 所以也是在小时间级别 25分钟是不错的 这个盈利 所以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是 很有可能就这样的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到 7月25到27日 这三天关键的一天 尤其是27 这个比特币大会 我认为呢 将会有很大的这个波动 然后也是后续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就以盘面 来进行这个分析 就是它到底后续会怎么去走 那要是它真的是非常的强势 你看我们以以太来看 如果它真的是突破 目前的这个阻力 突破这个很关键的阻力 在3628的话 那其实接下来 持续上涨的空间 还是非常的大 所以根据目前的盘面的走势 来看比特币和以太币 我还没有看到它很颓势的一个走势 上涨依然还是很强势 所以我就会去留意 就是它接下来会怎么去走 所以现在没有做空的想法 但我会去留意 有没有做多的这一个机会 好那我比特币和以太币的分析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作为参考 拜拜